如果變天法輪評估台股恐殺破6000 再來了 你有害怕嗎 再來說了 再來說了 如果變天法輪評估台股殺破6000 會不會 老實說有可能 不是不可能 不好意思 總統執政也殺破6000 也有可能 現在都已經快破6000了 會不會 我不知道 來 我給大家看 這是2008年的12月31號聯合晚報 好 台灣股市在馬總統執政曾經跌到幾點 3955 3955看吧 這是他這張 這是股市走勢圖 馬總統的2009年 2008年的11月21號股市在幾點 有看嗎 3955 不好意思 我還準備了一個字 現在沒看 我要請教 當時你可以寫 這個馬英九當選台股也破4000 有破4000 怎麼不寫 有破過 有破過 蔡英文當選才破6000 老實講破4000 也是國際因素影響 對啊 我們來看 總統說一句話 那真的台灣也擋不住 對 如果蔡英文執政真的破6000 我也跟大家講 是國際因素 不用這樣欺騙台灣人 恐嚇台灣人 這讓台灣人看不下去 這個是最初聽馬英九的一個十字 老闆說什麼名 天下雜誌老闆什麼人 高齊君 你看嗎 天下雜誌 你知道嗎 2012年1月3號 今天呢 今天是4號 昨天 昨天的天下雜誌 說四小龍現在我們薪資最低 稅率最高 來看內文 台灣平均月薪最低 稅率最高 再看後面 說台灣四成三的人薪水低於三萬 台灣每月月薪在兩萬以下的勞工數 長期維持在一百萬左右 月薪三萬以下的 佔就業人口高達四十二點八 有三百五十萬人 其實正確數字是三百五十五萬人 這有九二共識嗎 有啊 這有九二共識嗎 這七張 怎麼這七張 這標示九二共識沒有效嘛 也沒有你問人 我是說叫張榮我call in 我們先收視訊報告